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,桃园市张姓男子因五件毒品案被通缉,8日凌晨3点多,他与邱姓女友因为口渴,前往中立区后聊路一处便利商店买饮料,却被警方巡逻发现有意,从两人身上起出36.76公克海洛因,45.54公克安非塔命与吸食器后,将他们送到桃园市保安警察大队警员 曾敏锐,冯天印,张家豪8日凌晨3点多,巡逻经过中立区后聊路的一处便利商店,发现张男,37岁,邱女,42岁,站在便利商店前,且两人一看到警车经过,就神色紧张地转身就走 警方驱前蓝下两人,透过警用小电脑查询,却认张男因五件毒品案被通缉中,他自知难逃罚网,主动交出身上的海洛因注射针筒离枝,邱女也配合盘查,交出36.76公克海洛因,45.54公克安非塔命,都为警方医毒品罪嫌送办 张男公称,他自知被通缉,四处躲藏,期间都跟邱女一起吸食毒品,8日凌晨因为口客想买饮料,才会前往便利商店,完全没想到静惠因此就被警方查获 巨尾 多佳 。